藍山人受加持 转型投资控股的公司 今天要来聊聊的 就是润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润泰全 成立于1976年 于1977年上市 股票代号2915 资本额新台币 73.4亿 主要营业范畴 投资控股公司 再来看一下历史严格 1977年挂牌上市 1990年 更名润泰仿之 1997年 开设大润发 开创量饭事业 2002年 更名润泰全球 2011年 转投资高薪零售 与转投资阑山冷寿 2017年 处分高薪零售 2019年 结束纺织生产业务 2021年 处分台湾大润发股权 润泰全球 在合并报表里 主题 有润泰全球 包含纺织事业 零售事业 以及台湾量饭事业 子公司 有上海润药 新世代企业 景洪投资 等其他子公司 在业外投资的部分 有受险事业的 阑山冷寿 集团事业的润泰创新 润洪精密 润泰精彩 生技文创 及环保事业 终于新药 台湾号顶 日有环保 智慧资讯 中国量饭事业 高薪零售 接着来看一下 近几年的表现 在本业的部分 营业收入 营业毛利 与营业利益 是呈现投风的走势 但一风比一风低 那2011年 营业利益有23.1亿 2019年 与2020年的营业利益 则是衰退 分别是-0.67亿 与0.52亿 业外损益的部分 可以看到 是一路往上成长 从2011年的13.1亿 成长到2020年的94亿 那业外损益 在营业利益的比例 可以看到 大部分年度 占比都蛮高的 这也是投资控股公司的特色 主要是以业外为主 那业外的部分 从2020年的联报上 可以看到 是采用权益法认列之关联企业 及合资损益之份额贡献最多 109年 与108年都是 那采用权益法认列之关联企业之份额 贡献最多的是 论程投控 再来是论态创新 再来是阑山忍受 那持有股份 持有论态创新 25.70% 持有论程投控 23% 持有阑山忍受 0.21% 那从法说会上的资料可以看到 论程投资持有阑山忍受股权 89.55% 论态全球 持有论程投资 23% 论态全球 持有阑山忍受 0.21% 论态创新 持有论程投资 25% 论态创新 持有阑山忍受 0.23% 可以看到 论态双雄 持有架构相当类似 主要都是跟 阑山忍受有关 所以 阑山忍受 对于论态集团来说 是相对重要 可说是 千亿法 动全身 回到刚刚的 采用权益法 论列之关联企业之份额 论态创新 之前有介绍过 有兴趣的 可以点选右上角的影片连结 去看看 论态创新 主要获利 是阑山忍受 论程投控 也是持有阑山忍受 89.55% 所以 采用权益法 论列之关联企业之份额 主要还是看阑山忍受 那论态权 转型投控公司 主要是以业外为主 那从刚刚的资料可以看到 业外 主要也是以阑山忍受 贡献为主 那么可以说是 阑山忍受好 论态犬就会好 EPS的部分 除了2013年特别高之外 剩下年度是呈现震荡走高的趋势 ROE的部分 则是呈现双峰 但一峰还比一峰低 2020年只有8.09% 接着来看一下 2021年前三季的表现 2021年前三季 营业收入 营业毛利 与营业利益 只有2021Q34连增 其他都是连减 在业外损益的部分 2021年前三季 都是呈现年增 EPS的部分 靠着业外进补 2021年前三季 也都是呈现年增 2021前三季 累计EPS为20.4 那润态权 主要获利 是从润态创新 与润程投控 也就是阑山忍受 那持股分别是 25.7%与23% 所以 润态权获利的概略计算 就会是 润态创新获利 乘以25.7% 加上 润山忍受获利 乘以89.55% 再乘以23% 润山忍受的获利 可以从 润山忍受官网上面 找到资讯 润态新的部分 可以回去看之前 介绍润态新的影片 里面有预估的EPS 那获利 再除以股本 就是EPS 那个人预估 润态权 2021年EPS 概略为22.6% 以上 皆为个人预估 实际上 皆以公司公告为主 另外 除了业外投资 润态权 也有许多土地资产 不论是要成租 还是出售 都是可以做资产活化 那在预估市值 与预估获利 可以看到 也是相当可观 那在地下人潮的台湾 土地资源 可说是相对珍贵 负债比的部分 可以看到近几年 都没有超过50% 近两年 都是在30%以下 主要是短期借款 与长期借款较多 股利政策 根据股本负资料 是连续12年配发股利 近12年 盈余分配率 平均为52.11% 近12年 只有2021年 有配发股票股利 区域都是现金股利 那有几年 是有使用公积 近12年 殖利率 平均为 4.76% 那预估殖利率的部分 2021年 预估的EPS 为22.6% 按照去年的盈余分配率 来估算 大概会是现金股利3元 股票股利4.5元 殖利率的部分 跟持有成本有关 若以3月3日收盘价 117.5来计算 配发现金股利3元 股票股利4.5元 填权后的殖利率 大概是 3除以117.5 乘100% 加上45% 等于47.55% 以上配股配喜 皆为个人预估 实际上 皆以公司公告为主 未来展望 是持续找新的投资标的 还有资产活化 土地存货 本业的纺织 也持续努力 还有零售网络事业发展 在本业与业外 都是持续发展 以上的资讯 分享给各位朋友咯 本频道没有建议任何买卖操作 单纯分享资讯 以上分享 皆为个人心得 本人无邀约 推荐 知行为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个股 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咱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by bwd6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